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243集 轻浩然越想越后怕 手掌猛然一拍桌子 尽力喊怒而出 桌子颤抖了几下 轰然一声 化成无数碎片 四下飞溅 正如众人那忐忑的心情一样 纷乱不已 硝烟有难 都怪老夫让硝烟一人独自离去 不行 老夫要马上去救人 逍遥文言再也坐不住 刷得战力起身 身形就要拔空而去 我们跟你一起去 冥帝 萧龙 萧丽 还有萧綦等人心乱如麻 斗气怒放 就要随硝烟而去 等等 珍妮长身而起 拦在众人面前 五星的斗气喷勃而出 化成无数绿色的藤蔓 封锁了所有去路 珍妮 大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关萧妍的安危 萧瑶的双眸 已经抹上了一丝血红 死死盯着珍妮 几乎是从喉咙里 滴吼出声 请恕珍妮无礼 珍妮身上富有血气 能感应到萧嫣没事 诸位暂请放心 珍妮眼光在众人脸上扫过 低声叹了口气 如果萧绍有事 我等焦急 绝不亚于仙族 只是 茫茫斗地大路 前去要组的路无数 就算你们前去 又如何能寻得 而且 就算我凭借血气的感应 以他如今的身法速度 我等前去 也根本追踪不上 珍妮补充了一句 红唇紧咬 大家先冷静下来 如今尚未知道 魂魔异族的真正目的 我们切不可 自己乱了阵脚 唉 珍妮所说极是 血魔异族 目前没有遭受任何袭击 不代表接下来就不会 所以 我们万万不可先乱自新 待弄清楚 魂魔异族的目的后 再做抉择呀 月少龙也拍了拍 孝战他们的肩膀 一番话如冷水泼裂 让所有人都冷静了下来 这么说 还是老夫等人太过心急 让大家见笑了 确定了萧妍现在没事之后 萧妍也醒悟过来 善善地笑了笑 双手在互搓着 只是萧妍那里 老夫始终放心不下呀 那我们现在 到底该怎么办 萧綦跺着小脚 握着银枪的小手 再连连颤抖 心中还是方寸大乱 将所有西纪的眼神 都投在了真妮身上 萧綦妹妹莫及 事到如今 唯有如此了 真妮心思急转间 便提出了建议 月少龙 与南尔明 风暴 整编萧族大军 人手那儿 请先祖和明帝等人 协助一下 同时 高阶斗地的训练 不能落下 这可事关萧族的基石 乃重中之重的大事 千万不能怠慢 至于魔皇那边 继续提高警惕 薄弱环节 要加强人手 以防魂魔异族的后手 而我 则带领子隐和孝战 感应血气的变化 随时待命 可是 我们只能这样 坐等萧妍的消息吗 这 萧綦心系夫君 尽管珍妮之言有理 但她那悬着的心 怎么也落不下来 萧绍 名为四星后期斗地 实际战力 却高达五星之上 这一点 相信大家都已了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斗地大陆上 知道萧妍 实际战力的人并不多 凡是敢轻视她的人 都会付出代价的 珍妮左手扬了扬 飘落眼前的一缕青丝 继续说道 何况萧绍身上 还有骨翅 和世界身法 神秘莫测的加成 就算是紫颖 权力之下 也未必能追得上 所以诸位 大可不必太过忧虑 嗯 珍妮真是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就连本皇都不得不承认 确实如此 我这个兄弟啊 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 他总是能将 不可能变为可能 而且屡屡创造奇迹 如果不是本皇心脏 很坚强 恐怕还真会承受不了 哈哈哈哈 珍妮一番话 不但解除了 逍遥等人的担忧 同时也让轻浩然 快速冷静了下来 嗯 我相信萧绍如今的实力 基本能面对一切变故 萧绍能走到今天这步 背后有着我们都想象不到的付出啊 对于萧绍 我永远都有一种莫名的信赖 风雨过后 正是雄鹰展翅之时 所以我觉得 与其在这里为萧绍担忧 不如我们用心打理好萧府 等待凯旋归来的萧绍 争取给她一个惊喜 岳绍龙 那望向耀族方向的眼瞳里 有着一份淡淡的骄傲 那是对萧颜 毫不动摇的坚信 尽管明帝等人 不知道魔皇珍妮和岳绍龙他们 何以会对萧颜 有着如此的信心 但三位如此分量人物的保证 还是让众人悬着的心 真正落了下来 重新落座后 众人才发现 这段日子来 心脏的负荷实在是有些重了 震撼担忧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 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 会不会顺心一些 大家来到了萧府 就是来到自己的家 珍妮看出了大家的心思 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萧府真正的力量 也不容小气 这一点 大家以后会慢慢体会到 今日乃萧族的大喜日子 马上就是晚宴时间了 几十万人同庆的场面 可是不容错过的哟 扫了众人一眼 见大家情绪都已平复 珍妮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所以啊 大家今晚要放开心怀 吃尽兴 喝尽兴 闹尽兴 不醉不归 那是当然 虚惊一场 总得补偿补偿嘛 哈哈哈哈 逍遥可不客气 拍着孝战的肩膀 放声大笑 为了我们几族能踏出地州 今晚就当福一大白 你呀可得陪我多喝上几杯 明帝 明帝等人也喜从心来 想着以后能跟随 萧族叱咤风云 就已经九不醉人 人自醉了 当晚 萧府灯火通明 丰盛的宴会 从主厅沿着长廊 一路蔓延到远处 几乎望不到边际 在悠扬乐声的伴奏下 那溢出杯子的美酒 水晶虾的香味 混合着笑的眼红的脸 飞扬的话语 和回旋的舞蹈 一直欢呼到第二天凌晨 直到晨曦出声的太阳 驱走了一晚的寒意 众人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只是谁也没有发现 天空上的那圈阴霾 似乎并没有因为 阳光的出现 而有所减弱 反而透过树叉的缝隙 在地上 投下了一片阴影 此时此刻 地州北部 雾立的一座孤峰上 怪石临寻 一块巨牙直立 另一块横断其上 直插山腰 视如苍龙昂首 险峻异常 一道黑影 单脚站立在那块 直立的巨牙上 眺望远方 正是离开萧族的萧炎 虽然一路风尘仆仆 但清秀的脸庞上 双目依然炯炯有神 透过云折雾涌 萧炎的视线 落在与地平线交界的 满山苍翠中 口中喃喃道 唉 穿过这凌峰山 才算出了地州范围 前方应该就是 以地形复杂出名的 横断森林吧 过了之后 才仅仅走了一半距离 这耀族的所在地 也实在太偏僻了点 或许不应该说 耀族太过偏僻 而是地州 不过是斗地大陆的 蛮荒之地罢了 如此看来 将萧族迁出地州 却是明智之举呀 萧炎摇摇头 双臂交叉着 正在脑后 在山石上躺了下来 唉 歇息一下吧 日夜兼程救援 萧族到如今赶赴药族 倒是有些疲惫了 仰望天台 山上云雾缭绕 缥缈的几缕黑云 恰好构成一幅 雅去盎然的淡漠山水画 萧炎紧绷的心情 也稍微放松了下来 就在萧炎心情 松懈的片刻 半山腰的断石上 却突兀地出现了 四道白色人影 云雾之下 看不清脸庞 只见全身笼罩在白衣之中 与生疼的雾气宛如一体 白衣人出现 雾气变得更加浓重起来 正躺在大石上 歇息的萧炎 刚弹去几滴 粘在衣服上的露水 却猛然感觉到 一股杀意降临 萧炎瞳孔骤然收缩 右脚猛地一踩石面 借助反阵力 四星后期的斗气瞬间爆发 身体呈45度 斜斜拔起 就在萧炎身躯 刚离开石面的一刹那 一阵强劲的掌风轰然而下 将轻石震成一片粉碎 同时四道三寒的杀意 锁定了萧炎 想杀我 萧炎脑海中 那困惑的念头一闪而过 来不及深想 处于半空中的身躯 却没有丝毫停顿 双脚互踏凌空一番 一道雪亮的刀光 从耳边掠过 滑落了萧炎的法丝 灵力的刀劲 在萧炎面旁上 添了几道细微的血痕 深呼了一口气 萧炎身发施展 从纵横的刀光中消失 身形瞬间落在十几帐外 冷冷地盯着偷袭 落空的四名白衣人 偷袭失守 四名白衣人也同时一愣 眉头高高挑起 想不明白 为什么仅是四星后期的萧炎 竟然能逃脱四名 五星初期斗地 联手的惊心一击 你们是什么人 我与你们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刺杀我 萧炎手掌一番 将天火横骨齿 稳稳攥在手中 青灰色的天火 顺着齿身蔓延开来 灼烧着空气 发出霹雳啪啦的声响 这不凡的威势 落在四位白衣人眼中 却引起了一阵讥笑 不管之前萧炎 是用什么法子 逃出四人的合击 但一名四星后期斗地的 气势再强 面对四名五星初期斗地 也毫无悬念 圣明之下 果然有点本事 不像一些浪得虚名之辈 为首一名白衣人 淡淡笑道 没有回答萧炎的问题 雪刀高举 刀光一闪 带起一道疾风 重重展向萧炎 说出你们的目的 被轻视的萧炎怒急而笑 天火横骨齿 横空格挡 与雪刀碰撞在一起 绚丽的火花 似溅在空气中 白衣人与萧炎正面对拼之下 大吃一惊 萧炎竟然没有被自己 震退哪怕一小步 反而自己的虎口 隐隐作痛 这是怎样的蛮力呀 就算是妖族中人 一阶之差 也决然不会让自己如此 哼 既然你们不说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萧炎可不管对方心中如何震撼 既然要杀自己 那就要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 心念之下 左脚猛地蹬地 整个身体借着巨大的反推力 逼近白衣人 哼 不过一身蛮力而已 如果要你交出身上的神顶 和纵横斗地大陆的单方 你必定不愿意 所以 就让我先废了你的双手双腿再说 连番受挫 白衣人脸上有些挂不住 嘴角飘起一丝凝笑 右臂骤然发力 刀光如雪 脸斩了十八刀 但白衣人的话 比刀光更让萧炎震惊 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要知道 虽然萧炎有极品单方 在斗地大陆早已不是秘密 但燕木鼎可没几个人知道 也没几个人能认得出来 但现在白衣人一开口就说是神顶 那这四个白衣人一定对燕木鼎相当了解 唯一的解释就是 对方之中绝对有炼药师 而且还是历史上极富盛名的炼药师 但自己似乎和炼药师的势力 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看来是怀必其罪了 要想让这些人打消念头 就只有用自己的实力去威慑 去让他们畏惧 萧炎的思维不过在电光石火间 刀光离他已经不过咫尺之咬 甚至闪亮的刀面 已经清晰地映出他脸上 激烈起伏的青筋 似乎下一刻就要将之斩断 要狂引那喷波而出的热血 方能抑制那磅礴的刀意 萧炎动了 左掌斗气猛地一按地面 同时右脚骤然登地 两股反冲力让萧炎的身躯 瞬间加速提起 反卧的天火横骨齿横扫而出 与漫天的血刀交碰在一起 金属碰撞的颤音响之不绝 萧炎全力而为 强悍的体质配合重兵器天火横骨齿 直阵的白衣人双臂火拉拉的疼痛 扎根大地的双腿也在微微颤抖 眼中满是不解的惊讶 而那凶暴刀影编制的天网 再也难以维持完美 露出了破绽 低势敌人 永远是不能犯的错误 看出了白衣人的困惑 萧炎冷笑着抛下一句话 趁着其余白衣人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天火横骨齿火焰生腾 越燃越旺 方圆百里 尽是狂烧肆虐的火海 正是油盐画三尺 将为首的白衣人囊括了进去 不 旁观的三位白衣人 想不到不过一回合之术 首领就陷进了险境之中 虽然不知道萧炎是如何做到的 但如果再不上去援救 恐怕下一刻 首领就会化为焦炭